魏公子 说说你那些 行侠仗义的事儿吧 我以前啊 最爱听叔叔先生 说那些事情了 好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 熬去年 托德 吃点果子吧 哎 我现在不想吃 说吧 有一年我在西州府 有一个小乞丐 他不 让开 让一让 干什么呀 当然是防住我卫国门的夫人 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 我 你也别说你要还钱了 在你没还之前 就是我卫国门的夫人 如秋 朱丫头已经名花有主了 我向你趁早打消对他的念头 我能制造出防蛇的药粉 自然就能够制造出隐蛇的药粉 要是你惹得我不高兴 到时候万蛇私咬 别怪我没提醒你 君有情 妾有义 才算得上是名花有主 东方公子 这可不算 你这顶多算是一个单相词吧 还是公子解封情 君有情 妾有义才行嘛 你是执意要跟我作对是吗 东方公子 朱姑娘跟我才认识不到几个时辰 对你我的态度那是有如云你 我劝你 还是尽早放弃吧 免得让自己挫败 他对你好 不过是想把我给气走而已 你以为他真的会对你有意思啊 你怎么知道 不是我对公子有意思呢 公子 别理他别理他 来 持续果子开开胃啊 那个明明 那是我的 现在是我的了 真是 早知道会遇见公子 今天我就该把那只蛇给抓了 那现在还可以烤食肉这事 太多天没吃肉 都快忘了肉是什么滋味了 是 初姑娘跟我夫人可真相 你知道吗 我夫人她饿的时候 她连老鼠都吃 不管是叫花老鼠 还是生枝她都敢 我已经吓坏了 我还为了她 我跑进别人的厨房 偷了鸡腿给她吃 你夫人好厉害啊 原来如兄有夫人 怎么不早说啊 是和夫人感情不好 还是故意不说 以便在外头念花惹草啊 不过是一些家事罢了 邝姐 你也没问啊 我和我夫人一起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虽然一直聚少虞多 但却日夜牵挂 她永远都是我的挚爱 此生不变 她能做你的夫人真幸福 她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受苦难的日子 我自然要对她好一些 我只恨自己 没有早点遇见她 能让她少受些苦 少落些泪 如今能遇到你也不晚啊 你干嘛呀你 我告诉你 我以前行医的时候 曾经遇过两个病人 感人我一烧坏了脑子 导致胡言乱语 我现在看你是不是如此 你什么意思啊 过来 过来 别了 别了 放开我 你脑子被烧坏了是不是 你难道看不出来 她是一个梦朗之徒 听不出来她所说的每一句情话 都是要骗你这个未情世世的小姑娘是吗 我爱听 管着吗你 她是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朱丫头 你若是跟了我 我跟得也会对你好 绝对不会让你受苦流泪的 东方使 你学别人说情话之前 能不能先看看自己 这些话你信吗 你们东方家让我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泪 难道你还不清楚 你又是怎么用云狼威胁我 怎么让我哀求你的 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那件事 那件事是我想吹一口气 是我的不对 但以后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度发生 东方使 我很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 也谢谢你不顾危险的帮我解毒 可是我已经想要你 英心有所属 而且你们东方家 始终背负了我们朱家一条人命 我们是不可能的 就别再缠着我了 有儒公子带我去西楚州 你回去吧 你若是跟了他你会有危险 你要我回去 等你安全到了西楚州再说 不用了 我相信儒公子 会是一位如连衣客一样的 你放心回去吧 竹丫头 我有此事没得商量 我若不追你追得紧一点 可能就更没有希望了 所以我一定不会放弃 既然现在粮食和水 竹姑娘 喝点水吧 我和竹丫头谈话 你这个陌生人让开 竹姑娘渴了不行 给 谢谢 既然现在粮食和水都足够 那我们今夜就不敢露了 早点休息 以免明日又等瞌睡 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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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孟师 怎么了 想通了 有些凉 能不能把你的毯子借给我 拿清 谢谢 卢公子 沙漠夜里寒凉 家常瘫子 卢公子 卢公子 现在没人吵我们了 你继续说 那年我去西州府求要 渡过一个说树人的摊位 我在沙漠里抓了几个沙飞 从他们手上读到了蒙寒药 找机会 捧云的 到了一个说树人的摊位 对 那个说树人就说 怎么那么多蛇 没有人 已经帮你上楼了 你不想再帮他 我再来 他被人被打了 你不想担心 我没想担心 你不想担心 这种玩笑还是少开为妙 朱姑娘快到紫时了 明天还要赶路 先休息吧 今天辛苦如公子了 来 我们离那些死时的远一点 这是我的杆子 如公子 要委屈你跟我睡同一张杆子了 不要 冒险 如公子 起来 起来 你 今天晚上你睡这儿 我 好 你 准备 15分钟 起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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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我想吃肉 像出了幻觉 这丫头 想吃吗 你这技术不行 不然我都快被你烧焦了 下次抓到 别动手 让我来烤 这丫头 你想损我也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我从小下厨 厨艺堪比玉厨 怎么可能烤焦呢 刚才听你说想吃蛇肉 我特意演了几条蛇过来 既然你不领情 我就自己嫌小牛辣 谁说我不吃的 我 花我一斤我就给你 东方公子 不介意我也吃几块吧 你吃啊 哎 吃就吃 可别撑赞我了 肉质粗糙腥味为重 味道比我东平郡的刘香楼还要难吃 没品味 不知二位有没有兴趣 去我东平郡做客 我请二位去刘香楼吃 我没兴趣 等我到了西楚州 跟家里人会合以后 就跟公子去东平郡看看 董摩使 你除了医术好 我还真不知道你有什么优点 那蛇肉 也就是看着好吃 肯定不怎么样 我不吃了 嗯 你真的不吃啊 不吃 我留着肚子 要我侍公子说的东西就吃 好 那我就这两个不行 一个 不准是两个东西 不行